记者方惠宗台北报道 2018跨年元旦联甲将至 台湾古董钟表协会将于连续假期的第一天举行古董即时怀表特展 预计将展出超过100职年份总计高达1万岁的独一珍品 并举行古董怀表讲座 由台湾古董钟表协会现任理事长沈子凯 台湾古董钟表协会创会理事长王敬龙与钟表收藏评论家曾世新主讲 全程免费入场参观并禁止销售活动 曾世新说纯粹为推广古典制表公益之美 古董即时怀表特展将展出主题聚焦深具历史与艺术价值的怀表 以及张请制表公益的即时功能 表王百达斐力,Kate,Philip,雅典,All I's Not In 与Tiffany等知名表商等矿式之作都名列其中 怀表所具备顶级复杂功能 更可见三万双追真即时怀表 万年利三万即时怀表 每支年份皆或百岁 无论表盘工艺,表可与指针标工 以致基心的复杂功能与含有结构 若以现代同等级做工而言 要价都要台币千万 台湾古董钟表协会创会理事长王敬龙说 古董怀表的珍贵之处就在每一细节都出自手工 每款都不一样 而且状况完好 功能良善的怀表珍品越来越稀少 以投资的角度而言 王敬龙相信古董怀表有其增值空间 古董即时怀表特展将于王永昌钟表精品部剧行 时间为本月三十日下午一点至五点 古董即时怀表特展将展出超过一百值 年份总计高达一万岁的独一珍品 记者方惠宗社 意志历史超过百年的百达斐力三万双追珍即时怀表 记者方惠宗社 古董即时怀表特展将展出超过一百值 年份总计高达一万岁的独一珍品 出为一款百年历史的Tiffany超过三万双追珍 三十分计时盘怀表记者方惠宗社 约一千八百九十年产的方形复杂功能 怀表有月份星期日期与月项浅示 具计时与三问报时机制 曾世新说方形又具复杂功能非常罕见 是收藏一品记者方惠宗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